好,我們現在想要來做一個落地窗 三片玻璃的一個落地窗 250 15的一個長寬 好,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平面圖裡面 好,我們可以畫一個矩形 好,平面中認一點一點 小老鼠 250 豆號 15 然後呢,我們對它做一個分解 然後再對它做一個偏移 圖 這邊過來 這邊過去 然後呢,我會拉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 然後呢,我們往上 兩公分 往下 兩公分 等一下呢,再幫我畫一條直線 是從這個點過來 75公分的地方 好 然後呢,我再去拉一段 兩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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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另外一邊呢 我們對它做一個近色 懶得做了 懶得做了 我們就對它做個近色 這樣子也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呢 好,接下來呢 再對它做一個等份 選取這條線 三等份 三等份 這邊也是一樣 選取這條線 三等份 然後呢,我們來 模擬一個玻璃 有人是畫成矩形 那我畫成一條線 其實都一樣 都是一個示意圖而已 好,我會從這邊拉過來的話呢 我這邊給它一個80的長度好了 80 那我從這邊拉過去呢 也是給它一個 80的長度 然後呢,我再複製 這條線 從它的終點 搬到 這邊我們也給它分成三等份 再把它搬到下方的這個終點 好,有了以後呢 再複製一下 複製這條線 從它的終點 搬到這裡的終點 那覺得不夠長 我們就給它再加長一點 再往右邊 我們再給它加個20好了 好,這邊往右邊 再加個20 OK 好,有了以後 這些 點的記號 基本上都不需要了 我們可以完成這樣的一個形狀 然後 再對它做一個 建立圖塊 好,給它個名稱 我複製 我複製一份出來 等一下我們一樣會做個對照 好,我複製一份出來 然後呢 對它做建立圖塊 好,這是一個我們的落地窗 好 點選點 選取物件 然後呢 轉換成圖塊 確定 這樣子就好了 好,試一下 好 接下來呢 對它快速點兩下進去 已經有 這麼多經驗了 應該OK喔 譬如說呢 我先選擇 參數 線性參數嘛 是這個點到這個點 這一段將來要變長變短 然後呢 再去點選它右鍵的性值 我們可以把測點數目 換成一個 或者是直接去刪除這個三角形也可以 框起來 直接刪掉也可以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拉長 對不對 所以呢 會選擇動作 拉伸動作 它要我選取參數 選這個參數 從哪一個點開始拉 從這個點開始拉 然後呢 你要拉伸的範圍 是這一塊 是這一塊 然後它還會問你 你真正要拉伸的物件是什麼 是這條線 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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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條線 有沒有 好 這個沒有問題嘛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知道啊 這三條線是不是要跟著動 所以呢 我會再去選擇 移動這個動作 好 選取參數 然後呢 從這個點開始 動 然後什麼東西要動 這 三條線要動 好 選完之後Enter 那根據剛才的經驗 它只要 跑一半的距離就好 點選它稍微移出來一點 按下右鍵 性質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距離倍數 0.5倍就好 對不對 好 關閉 測試一下 測試看看 你去拉動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這個線會跟著你跑 有沒有 線會跟著你跑 好 可是呢 中間不會動啊 好我們選擇右鍵 重置圖塊 再來 再選擇這邊的 拉伸動作 拉伸 好一樣選取這個物件 然後呢 一樣從這個點開始拉 那要拉伸的範圍呢 是這一堆東西 是這一堆 然後真正要拉伸的物件是 它 它 它 好 Enter 那根據剛才的經驗 我也知道要點選之後右鍵的性質 距離不要太多 一半就好 0.5倍 好這個時候就 做完了喔 關閉 儲存一下 然後呢你去拉動看看 你會發現在拉動的過程中 欸 它是不是跟著我跑了 欸 欸 有沒有 好 就跟之前的做法子一樣的囉 好 好 試一下齁 炫 試一下齁 好 試一下齁 好 試一下齁 感谢观看